阿特吉巴トゥルジョンマリー 句型 今天咱们学习的主要是动词句 ジャ 来了 来临了 ハドラ 到了 出席了 ジェラサ 坐 坐下 ゼハバ 走 走了 Vマ 加个レ 就是过去式 这是过去式 动词 动词其实的句子叫做动词句 后边是ウスタート 翻译过来就是老师来了 老师出席了 或者老师到了 老师坐了 老师走了 后边 女老师来了 女老师到了 女老师坐了 女老师走了 老师来了吗 职员们来了吗 这是个复数 动词句只有阴阳性的变化 没有单复数 所以尽管它是复数 但是起始的动词是不变的 人名 是的 老师来了 职员来了 不 这个妈 是表示否定的 否定过去式动词的 老师没来 老师的职员没来 女职员们走了 少子和Samiha 走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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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 她 也 不 如果 就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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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 老师放在后边 老师从哪里来 一问代词放在最续手 这是加上一个介词的 女老师从哪里来 职员到哪里去 女职员到哪里去 老师从家里来 女老师从图书馆来 职员去 女职员去医院 女职员去市场 我没有上课 身体怎么样 我没有上课 你感冒了吗 这个虽然没有汗了 但是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知道 它是个疑问句 问他你感冒了吗 是的 是的 我感冒了 我很抱歉 你去医院了吗 你去医院了吗 我去哪了 你吃药了吗 这个和上面都是过去医院了吗 我没有吃药 为什么 因为我打针了 这更好 顺便说一下 新的阿拉伯语专家 来我们这儿了 来我们这儿了 他来自叙利亚 他将教授我们绘画 以前那么 以前是那么的意思 我们的埃及专家在哪里 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了 他回国了 今天你们学习什么 今天我们学习新单词和实用句型 你看 都是宾格 做了这个动词 学习的宾语 为什么是听呢 因为他是半变为名词 这么举行 他是老师来了 首先前面这个 他是动词句 这个后边画线的 做了定语 做了这个句子的定语 翻译过来是 曾经没有学过的动词句 这个哈式归词 归到前面这个句子 关于定语重句 咱们以后再讲 太惨了 太亏了 这种意思 口语 这个是过去时 这个是现在时 后边的是词根 以后的动词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排列 做了一种排列 做了一种排列 學習 教學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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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赌这个意思是一个万能词 他在很多地方都使用 在这里是打针 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意思 咱们以后再讲 读音规则 两政府相遇时的读法 在阿拉伯语中 没有两个政府连读的现象 如果因某种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出现时 就要采取改变读音符号的方法 来避免这种现象 两个政府相遇有几种情况 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种 朗读和标符号时 若有两个政府相遇 通常把前一个政府变成动符 开口符或骑士符或合口符 这取决于它前面字母的符号 这个读开口符 《委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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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下列句子注意画线部分 语法十一 过去是动词和现在是动词 以阿拉伯语的动词分为过去是 现在是和命令是 如我们学过的动词 本课句型和绘画中出现的动词 都是过去是 我们学过的 是现在是动词 我们学过的 是命令式动词 词汇表里一般都以以下形式给出某个动词 过去是第三元称阳性单数 现在是第三元称阳性单数 此根 二过去式动词表示动作已经发生 相当于汉语的什么什么了 什么什么过了之一 现在式动词表示正在什么什么 过去式动词和现在式动词 根据人称的单双复数 几阴阳性的变化 及其代词主语的变化 各有14个变化形式 我们以the habit为例 列出动词变化表 过去式动词表 大家一定要背起来 然后是现在式动词表 手写题放帖 大家自己看一下